伊藤美成爱沙沙 看他训练入迷 国拼陪练在鹅夺冠 孙颖沙喊话 刚刚落幕的WTT常规挑战赛太原战 中国乒乓球队再次以绝对的优势包揽五金 彰显了国拼的雄厚实力 赛场之外 也有一些令人津津乐道的趣闻和小插曲 他们如同赛场上的精彩瞬间 让人回味无穷 首先让我们聊聊那位来自日本的乒乓球天才少女 伊藤美成 根据现场视频可以看到 伊藤美成又盯上了孙颖沙 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孙颖沙和邱伊可的训练上 看得非常入迷 从2021年到2024年 伊藤美成对孙颖沙的关注从未减少 在伊藤美成的个人记录片中 关于孙颖沙的镜头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这足以证明他对这位中国选手的崇拜和敬仰 孙颖沙作为国拼的佼佼者 以其出色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 赢得了众多对手的尊重 他的囚风伶俐战术多变 让人难以捉摸 在与伊藤美成的多次交锋中 孙颖沙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让对手难以招架 正是这样的实力 让伊藤美成对孙颖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让他在训练中不断模仿和学习孙颖沙的打法 虽然伊藤美成无缘巴黎奥运会 但他珍惜每一次与孙颖沙交手的机会 将孙颖沙视为自己的动力源泉 在太原赛的训练场上 他一边观察孙颖沙的训练 一边自己也开始加大训练强度 每当孙颖沙歇息时 他便会立刻投入到自己的训练中 仿佛要与孙颖沙一较高下 孙颖沙就是日本天才少女的动力来源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孙颖沙的好姐妹 国拼陪练孙颖羊 在乒乓球的世界里 陪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需要模拟对手的打法 还需要为主力队员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孙颖羊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陪练 他不仅拥有独特的打法 还具备出色的心理素质和战术意识 在国拼的封闭训练中 他经常模仿伊藤美成等外协会选手的打法 为主力队员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 最近孙颖羊在俄罗斯参加了一场联赛 并成功夺冠 这一消息在国拼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孙颖羊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自己夺冠的照片和感言 他写道 我们是冠军 这次在俄罗斯的比赛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和挑战 感谢队伍给我这个机会 也感谢我的团队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更多的荣誉而奋斗 孙颖莎在看到孙颖羊的夺冠消息后 第一时间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好 回来继续奔炮 这句话不仅是对孙颖羊的祝贺和鼓励 也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孙颖羊则回复道 好的 我监督你 这样的互动 让球迷们感受到了 国平队员之间的默契和团队精神